明年今日,2024年奥运会将在法国巴黎揭开大幕 对中国羽毛球队来说,当下正是奥运积分的争夺期 前眼前就有哥本哈根世锦赛和杭州亚运会两个中期大考 上一个周期就担当主力的队员们迎来第二次征战奥运的机会 新一批汹涌而上的后浪们则是首次站在奥运机会的大门前 他们有各自不同的挑战,也有一致披荆斩棘的应对之道 大胆重塑强于谨慎固守其实,从今年的苏迪曼杯阵容 就能大致预见到国宇在这次奥运积分赛的主要构建 其中,女队的主力较东京奥运会周期变化不大 而男队的三线则都已经有00后冲到前面 他们在当下所面对的挑战显然是不同的 身为奥运未免冠军,陈宇飞在今年苏杯展现出了成熟的一面 迎难而上的他在昆庆面前已忘我的拼搏之姿为夺杯立下大功 紧接在超级1000,印尼公开赛上 他过关斩将,打破了自己长达一年之久的冠军荒 一路坦突然飞成功全貌 陈宇飞在2022年8场决赛7次长赢 面对当今世界前四女单的格局 面对新周期,新形势,新挑战 始终坚定的陈宇飞坦言 尽管周遭一切都在变化 但自己渴望为国真剩的决心从没有改变 在接下来的积分赛中 他也将带着新人的姿态 一如既往拿出顽强拼搏,知难赢难,不断检验,勇敢突破 世界女双排名第一的陈清晨与贾亦凡 在今年迎来彼此搭档的第九年 从东京奥运会摘赢 到如今他们身为队中绝对的主心股 团体赛中屡次以新潮澎湃的激情和表现 为国宇立下呵呵战功 在他们的第二次奥运积分路上 凡臣表现出了更为成熟的大将之风 面对新周期 已经摘得赛季三冠的他们直言要稳扎稳打 曾经体会过,遗憾过 是始终怀揣的奥运梦想支撑着他们继续执着 天道酬勤,我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我们有彼此搭档,更有着 想为国争光,为队伍和女双组 贡献我们自己的力量的坚定信念 头一遭要尽情放开手脚 女队需要用新的姿态去刻画新的自己 而男队的主力们 则几乎都是在自身的白纸上畅快书写 身上没有过往的模板或经验 他们更值得放开手脚,尽情冲击 新一代男单希望李诗峰今年通过苏碑的胜仗 躋身世界冠军行列 也即将代表中国队征战亚运会 奥运积分赛三个月过去后 他目前以六战积分 暂立奥运积分榜男单第一位 近期,他既有在加拿大赛摘赢 美国赛夺金的亮点 也遭遇在正在进行的日本公开赛上 止步首轮的挫折 在李诗峰看来,位置和积分是实在的动力 也是真实的压力 无论打得精彩和发挥不佳 这些因素都会有变化,所以与其关注自己的积分和压力 还不如把每一战的过程做好 每一战都多争取积分 新一代的男双组合两尾坑王场 青年上升势头迅猛 目前已经是排名最高的中国男双 在好几战比赛都走得最远 组合出到一年多 他们高光不少,但不可避免的是状态有起伏 对手一开始针对性研究和对付他们 比赛没有刚出来时好打了 作为一对特点鲜明的进攻型组合 梁王在场上必须打出自己的特点 这就需要他们保持刚出来的憧憬 两尾坑的话点出了组合前进的精粹 少想场外的,多看眼前的 把去年刚出来时的热情保持住 我们排名虽然已经上去了 但每一队组合都算是前辈 我们还是要拿出冲击的姿态 混双组的冯彦哲黄东平刚在韩国公开赛 摘得本赛季第四冠 他们也是最经典的一队以老代心组合 曾经与王毅律摘得东京奥运会混双冠军的黄东平 如今带着00后冯彦哲赶赴在积分赛一战又一战的考验之中 他们从五月苏碑半决赛中的跌倒中奋力爬起 过程是痛苦的 但是这一次的沉重打击并没有让他们气馁 更加成熟稳重的黄东平已然转换了角色 他深知冯彦哲作为新人在比赛中带着比从前更重的压力 他不断去与搭档沟通谈心 在一次次的尝试中去树立彼此的信任与连接 与小冯的沟通之中与队友们的交流之中 都不断让我认识到在此冲击奥运会 我同样也需要以新人的激情和热血去面对新周期的挑战 冯彦哲也表示走出苏碑的过程自己调整了很久 但是回过头来看这是成长必须经历的 现在心理上会有所提升 特别是那种不畏困难的决心 从新人到河东平节并肩作战 我已然适应了要在赛场上危机四伏的过程 终随时迎接未知的挑战 我要做好自己 也要去勇敢地担起应有的责任 目前国语正在日本公开赛作战 下月月底起将连续迎来市警赛 中国公开赛 中国香港公开赛 亚运会等连番挑战